可以是嗎 可以吧 是怎麼回事 是要瞧瞧視像頭 對你日常生活的改變很大嗎 還好吧 在香港 基本上外出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算你 比如說這麼多年遇到的 最大的一場危機嗎 你感覺到 算嗎 其實總的來講 比大多數的人更加樂觀一些 我一直是認為 如果說大家都非常悲觀 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那這就意味著 大家都願意接受一些犧牲 在一個多月以前就開始 我就覺得從美聯儲做出的反應 從美國政府到歐洲的這些政府 做出的一系列反應都明顯的表明 大家都要 都願意去往極端的方向去採取一些措施 現在全球的資本市場已經恢復了很多 不過話說回來 這一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本來在人類歷史上呢 大規模的瘟疫是主要的 這個降低貧富差距的一種力量 過去兩千來年 以這種方式呢 每隔一段時間就把人類社會的財富分配 又重新調整一下 又走回到一個更低的水平 但是這一次這個新冠病毒 讓我的話明顯的感覺得比較強的一點 就是有了現代政府 什麼時候只要有挑戰都去干預 對經濟做干預 對於大自然做干預 加上又有央行通過貨幣政策 不斷地以這種方式那種方式去做干預 以後把原來人類歷史上 以這種自然的調整的過程 去重新配置財富和收入 在社會中不同群體中間的分配 把這個規律又給打破了 危機以後 最終還是富人更富了 這個窮人繼續在社會底層 所以您覺得這場 就這場這個新冠這個危機 它不會對既有的經濟模式 帶來特別的影響 反而加固了以前的經濟模式是不是 是的 我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為什麼中華民國新成立不到三個月 孫中山把那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 讓給了袁世凱 我個人覺得 因為孫中山沒辦法融到資金 中華民國成立了 軍曉拿不到手 所以當時的話 每天有十幾二十萬的民軍 在南京整天在臨時政府門口去抗議 要錢 和袁世凱有信用 他跟日本和匯豐銀行 這些外國銀行關係很好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金的支持 對 對 我看您反復的講這個觀點 就是近代國家 那些凡是借貸的國家 他們都獲得了一種現代發展 那些國庫裡很多存著經營的人 這些國家反而都垮掉了嗎 對 是的 這個實際上是提前把未來的收入 搬到今天來花 先讓自己發展起來 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起來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但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思維上的這種思維方式和思維障礙 我們現在也沒有完全突破 還是在這種過程中好像 照樣還是有很多人不能夠理解金融的邏輯 所以有一些人是看到的就是金融的壞處 因為有可能金融借貸會讓一個國家破產 讓一個年輕人因為越共被壓垮等等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明顯的 因爲廢時的這種具體的表現 因為對於一般的人來說 年輕的時候是一輩子中最沒錢的時候 但是呢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錢的時候 所以這種矛盾呢靠什麼來解決 就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 那肯定還是要通過金融產品 把不同時期不同年齡段的收入進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場合包括一些書裡面也談到過 不管是資本市場還是一般的金融市場 從他們一開始出現呢 首先是為了自由社會裡邊的自由人提供一些工具 金融工具呢就恰恰是讓我們每一個人提前安排好未來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這些各種不同的風險 那你不管在未來發生什麼這個災荒 或者不幸事件的時候保持你個人的自由 保護你個人的權利 同時呢最大化維護你自己的尊嚴 不至於這個第三下次的求助於別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金融市場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是個人自由與個人選擇的問題 那當然是這樣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覺得這個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錢做統治的城市 就是說金融既可能是通往個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種新的掠奪的手段 就是說這兩種是並存的嘛 就是你對您來說這種實現個人自由過程中 這個經濟自由到底展起到一個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這種討論思考和判斷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一個事實 一個現實 就是現代經濟離開金融是不行的 就現代經濟跟那個原始社會的經濟 這個最大的差別之一呢 就是 這不可以拍什麼 不讓拍嗎 這是公共 要生氣要生氣 那好吧我們走唄 然後不好意思啊 挺好的 就金融的發展突然被打斷了 哈哈哈哈 時候您什麼要回去 大概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看您就大概有四點一起 很難忘記自己的職業的習慣 因為特別是又去了澳門以後做一個對比 你會發現一個是英國的前殖民地 另一個是原來葡萄牙的殖民地 這兩個地方顯然差別很大 讓我們去看到 就為什麼人類社會 不只是地理條件決定我們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那個制度 那個制度文化是什麼 包括這種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後的這個地理文化性也好 就是您覺得這種不同的系統 對金錢的這種不同的特性的這種改造 到底怎麼樣 當然這方面的經濟史啊 量化歷史研究很多 就是對比這個天主教國家 天主教社會跟那個新教社會那個差別 然後重點去就是挖掘出來 為什麼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那些社會 以這個新教社會為主 當然那個裡面解釋很多 其中一個解釋的話 是跟這個借貸有直接的關係 我覺得還是非常有舒服力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證據明顯的告訴我們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時候 在今天的中東伊拉克敘利亞到埃及 那一個所謂的新月沃土的那一代 當初那個陶片記錄下來的那些內容 都是一些借貸誰欠誰多少的那個錢的 這樣的一些記錄 那就說明五千年以前 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借貸 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發生了 那為什麼從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個公元十六十七世紀 那個金融的發展就基本上停頓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當然這個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從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當時的以色列人的寫下的 不同的關於人世間的關係 應該怎麼樣相處 尤其是舊約全書裡面的生命記 有幾段就談到了關於借貸的問題 就如果你把錢借給朋友 那麼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如果你把錢借給 strangers 借給陌生人 那麼你就是可以收利息 但是後來基督教這個解釋就是 講到的那個 strangers 陌生人指的是敵人 也就是說除非你是給敵人借錢 可以收利息的 給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貸 做金融交易 用錢賺錢的話 這是絕對是禁止的 人類社會發明了貨幣 貨幣它只是一個沒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沒有生命力的一種支付工具 然後用錢拿去再去生錢賺錢的話 這等於讓沒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懷孕 生小孩一樣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們用錢賺錢的話 那就違背了上帝的這個自然次序的那種安排 所以所有的利息都必須得禁止 一直到這個十六世紀中期 佳文對生命記的這一段話 重新做解釋之前 在天主教社會裡面是不可以 做有細放大 因為天主教是強調禁慾 強調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類似的 強調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積累 然後更不能夠容忍個人權利的伸張 和太多個人自由的追求 但是十六世紀的新教改革 是一個根本的轉折點 馬丁路德呼籲大家 不要讓羅馬教廷羅馬教皇告訴你 上帝是說什麼 這個聖經是怎麼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讀聖經 自己去跟上帝進行對話 然後自己去理解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 核心的就是對於個人解放 個人的權利 這個自我決策的空間 掌握自己的身命運的空間 那這些差別 最後反映在離我們中國比較近的地方 一個是香港 一個是澳門 一個是澳門 當我們去澳門和香港旅遊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背後的歷史的故事 對您說這點是西方的轉變 所以您覺得中國是會沒有發生轉變 中國實際上還沒有發生過 所以為什麼我這些年 有的文章裡面會會談到這方面的 到目前為止 關於商業的證明 金融用錢賺錢的證明 到目前為止嚴格說還沒有進行過 沒有做這種觀念上的改革 倫理上的改革的話 那個阻力還是有 在文化上還是會有的 那即使說在過去的比如40年那個改革期間 其實商業人物已經成為明星 成為一個全民明星 而且所有人都想成為那樣的商業成功人物 其實這種情況下您覺得這種基本觀念 還是沒有真正改變是嗎 40年的改革開放 在我關注的歷史更長那個時段 歷史時間的跨度來看的話 這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你知道嗎 所以短短的40年裡面 可以理解的一點就是 人們還沒有來得及 思考這些哲學層面的 倫理層面的 道德層面的那些話題 先做了再說 就好像那個Nike的廣告 Just do it Just do it 所以過去的40年 不管你是黑貓 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就是這個精神 Just do it 是吧 做了再說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關於賺錢的倫理 這個金融的道德基礎 這些問題沒解決的話 到最後你賺的錢 可以有幾百億幾千億 你可能還是沒有安全感的 40年改革開放以後 這個也是時候了 不只是Just do it 包括您怎麼看 比如中國人這種非常矛盾的一個現象 就是一方面看起來 其實您說在價值上 倫理上 甚至我們在私下談話裡 都沒有真正的 這個justify 這個金錢的價值 或者說 你老覺得應該給它 附加某種道德的價值 這個金錢才會成立 一方面是這樣的一種 對金錢那種 有點羞羞切切的一種感覺 但另一方面 但金錢滲透到我們生物中每個細節裡面 這就是儒家文化的虛偽的地方 但這個裡面的話 我要強調一點 就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學術傳統 跟西方學術傳統 有一個非常本質的差別 就中國人對於追究這個理 這個根不太感興趣 而西方學術了 我先不管你別的 我要把你這個根 這個真實的 這個 最真實的 這個最核心的基礎性的問題 先要搞清楚 然後再談別的 比如說 現代社會的財富 到底是什麼 他們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現代社會的財富 都是金融化的財富 傳統的人會覺得 只要我有房子 有這些土地 我什麼都不怕 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 又搬不走的 這些就是我的財富 但是現代人 你感覺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錢了 不是你有多少房子 有多少某土地 而是折算成美元 折算成港幣人民幣 你有多少財富 也就是說金融化以後的 這個數字有多大 來決定你到底自己 該感覺到你有多富的 這個是一個完全主觀的人為的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可以很高 但是發生什麼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還其他的 一夜之間或者幾個月裡面 完全可以從億萬富豪變得 什麼錢都沒有的 天下沒有永恆的財富 就說人類經濟貨幣化了以後 就不再有永恆的財富 我們也就會進入永恆的不確定感中 因為永遠那個數字在變化 在劇烈的波動 這個我不完全認同 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 發展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經濟發展 就是為了滿足十幾億不同的人 非常個性化的個體 和他的個性化的偏好 發展最終的目的 就是給人們提供自由選擇 讓他們的自由選擇 能夠更好的實現 那麼翻過來 你的財富 你的油的東西 包括內在的 身外的 身外的東西不屬於你的 內在的才是你的 真正安全的是來自於 自己的興趣和激情 其實都是可以煙消雲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現在要搞清楚 我是不是在追求 我最有激情 也最有感覺 這個事業 這個工作 這個事情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你不用擔心後果是什麼樣子 因為只有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順其自然的 讓你做的比別人更好 而且你這樣的話 才可以把你做的比別人更好的概率 打到最高 如果我再回到我20歲的時候 或者20幾歲的時候 我會更加去追求自己的興趣 這個是第一位的 追求自己的興趣 就不管別人喜歡什麼 偏好什麼 那是他們的事 對還是很好奇 就是說您 對這種大的邏輯感興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樹立模型這些東西 然後轉身到這麼大的一個話題上 會擔心自己失焦嗎 或者過分的寬泛這種 我關注的是讓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來就想爬起來 然後跑幾十公里走幾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麼重的重量 也願意去走 最後背後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經濟學 這個最有優勢的地方 因為我們抓住了人的行為的牛鼻子 您是什麼時候意識到這一點的 這是人的行為的核心 當然我現在可能有一點偏見 就是說原來我們可能會覺得 人類的每一項創新 每一項發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發明 都是為了提高生產力 這個判斷是很大的偏差 因為道理蠻簡單 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前 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 人均一年的這個人均收入 基本上幾千年沒有變化 就是按照生產力 是唯一的判斷 進步的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那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前 是停滯的 幾千年都是停止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 都是浪費時間的 但是呢 實際上原來不止是這樣的 人類在這個工業革命之前 實際上做的絕大多數的努力的 都是圍繞著一個方面 就圍繞著提升我們應對風險的能力 讓我們呢在有限的資源 有限的這個產出的這個背景之下呀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呀 可以更高 讓我們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這是人類文明化的進程中間 最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就是怎麼樣提升我們應對風險的能力 在幾百年裡面 西方社會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這個創新 風險保障的這種功能呢 也越來越多的 由這個金融產品來取代了 你說這樣一個進程 就在中國歷史上也沒怎麼沒出現過吧 中國歷來沒有發展出來 類似於今天的保險行業 現代銀行業更不用說證券行業 退休基金行業 順著來說 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靠這個孔家店 我們講的養子房老 多子多福 要通過生小孩 生很多個兒子 一個大的家庭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個內部金融市場 有了錢我們一起要分攤共享 如果說有這個苦難的話 也要共擔 逢年過節還有其他的時候 有什麼小孩上學 紅白喜事啊 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這個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給我們提供 足夠好的安生利命的這個保障了 什麼時候有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靠族人提供那個幫助 就使得中國社會的應對風險的能力 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 就這一位孔家店給我們中國人 一直是提供安生利命的保障 就讓我們就不願意去 對儒家文化進行反思和挑戰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讓儒家文化對我們面對的沒有個人 沒有權利的這個體系啊 也不得不接收下來 就像我們過去這些年經歷過的 原來的話做計劃經濟時期 我們從出山到搖籃 很多的人可以靠這個國家 後來的話要搞市場經濟的時候 我們都每一個人都裸了 又讓我們中國人又留念 留念那個計劃經濟的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是讓你感覺到 一個大家族的溫暖 所以這個繳糊在一起以後呢 到最後的話 沒這個外部衝擊力發生的時候 這個死局啊是很難走出來 那您覺得經過這個二十世紀的動盪 對這些傳統的打破 然後包括這過去四十年的發展 我們是走出來 是可以走出來的嗎 還是說並沒有 我覺得是蠻難的 像您這麼多年 你的世界是越來越大 主旋力是越來越擴張 越來多可能性的 然後比如說他們這些90年代的年輕人 他們可能會第一次看到人生中 那個比如經濟的增長 是沒那麼快的 甚至是生活水平沒有這麼繼續提高 甚至一切都看起來 好像蘇更封閉了 更難以把握了 難以控制了 那您怎麼看他們呢 他們應該怎麼想呢 這個胡適就講到了 別人都跟你講 為了國家 為了集體 你要忘記自己 你要忘我 我要跟你說 你先要為自己 你甚至有的時候像一不生的樣子 把整個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都忘記了 這個世界就只有你一個人 怎麼怎麼理解這個東西 那個書本華講 人生的很多的苦惱 是因為我們人呢 有了意識 有了思考的能力 有了記憶能力 就讓我們對未來形成很多的預期 但是形成預期 首先我要更真切的這個理解 人類歷史大趨勢到底是什麼 在17年12月 有18位這個考古學者 在那個Nature 這個自然雜誌上面發表的一篇論文 這18位考古學者呢 就想回答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人類放棄原始生活方式一來 這12000年左右的時間裡面 人類的收入差距 財富差距 越來越扁平了 越來越縮小了 還是越來越擴大了 好 當然很遺憾的就是 這18位考古學者的 考古證據的研究發現 每次技術進步 都導致了這個財富差距的惡化 以新技術發明出現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會去學這些新技術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學了也不能夠 把這個新技術帶來的潛力挖掘出來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類100個人裡面 能夠創造最多的財富的人 越來越是一個很小比率的人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更悲觀的 就是過去歷史上有沒有什麼辦法 人類的那個財富差距啊 這個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規模的那個群體暴力 就戰爭嗎 戰爭 1914年之前發達國家的財富差距 收入差距達到人類社會的頂峰啊 是因為工業革命和第一輪的這個全球化 然後一戰發生了 但是呢問題還沒有解決 到1929年的這個金融危機 把民怨和人們的這個方方面的不滿 給釋放出來了以後啊 好同時呢又把那個民粹主義 反移民 反外國人 排外的那些情緒啊 都也調動出來了 就為那個1937年的那個二戰這個發動呢 又奠立了這個基礎 然後1980年就新一輪的基礎革命 再加上新一輪的那個全球化 也是在1980年左右開始的 80年到08年那個財富差距不斷的積累 收入差距不斷的積累 然後08年09年金融危機 09年之後的那個民粹主義政治 在各個國家都抬頭 迫使這些政客都去選擇貿易保護主義 那個發動貿易戰排外反移民呢 這是第三個階段 這個階段跟30年代上半期的 美國和歐洲的經歷也是一樣的 至於說這一次是不是會重複 上一次的那個第四個階段就是戰爭啊 當然我個人覺得 可能概率比較高的這個戰爭呢 更多的是冷戰 嗯 在一些看不見的沒有硝煙的領域 來進行競爭 對抗 腳量 那我們這些普通人怎麼辦 普通人 除非你是從娘肚子出生 就帶來了很高的天賦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讀讀書 比如現在年輕人很多人普遍會覺得自己是某種意義上金錢的奴隸 比如說一個月的房租吧 佔掉整個的收入的50%嘛 比如在北京是很常見的這麼一個現象 然後那種焦灼感 對他們這些人身上特別強 是不是已經造成一種更扭曲化的貨幣化的傾向 比如這些貨幣不應該進入比如說情感裡面 或者說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部分是應該更注重別的關係的 但它反而被貨幣給扭曲了 這個裡面呢我就覺得第一的必須的我們要認識到那個貨幣化 它是一個結果 是一種更深層的制度化發展 法治化發展 這個人文主義和那個內心世界的內涵的不斷的生活發展的一個結果 因為在我看來的話 工章也好介紹信也好 糧票也好 實際上都是對於這個貨幣的一個替代品 它是跟你的身份 跟那個你的那個出生社會地位是劃等號的 我們今天你想一想你的一百塊錢跟李嘉誠的跟馬花屯的一百塊錢也是一樣的 不會說你是普通老百姓他是馬花屯 所以他的一百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 可以比你的一百塊錢買到的東西可以多一些 當然我要說回來 正因為現在中國社會還不是那麼完全貨幣化 所以我知道實際中馬花屯的一百塊錢 比你可以買到的東西得到的待遇 會要更好一些更多一些 我知道在國內會有一個錯覺 或者說有一個不完整的理解 就是把貨幣化的跟我們個人想要去追求愛情 追求情感世界 換成是小矛盾的 那如果說愛情也被貨幣化 那這個是不是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東西 不被貨幣化的是不是太冷冰冰了 太物質化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錯覺 真正的貨幣化的社會 它是基於個人可以完全的幾乎接近 絕對的自由選擇的那個社會 因為在這種社會裡面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貨幣化了 但是我照耀呢可以有權利選擇 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東西 為我們買到貨幣化了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實 作詞能力 我們可以做一些東西